好 那我們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AI的部分 那我們的主題叫做AI創作大時代 探索人工智慧協同創作的可能性 因為其實說真的 現在大家有沒有每天都聽到AI的消息 有對不對 不管你有沒有在看電視啊 網路上也很多 那可能有就是你覺得很驚訝的 也有把它用在什麼比較不OK的地方 那現在這一些的這種 應該怎麼講 就是AI聯用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因為真的 未來可能五年內大家到十年了 也許就會有AI同事了 因為AI的發展真的是一日千里 而且呢 說真的 以前我們都說 會有所謂的學用落差對不對 各位 現在你們都是 應該說我們都是啦 AI原住民 好嗎 因為AI現在發展到現在幾年了 現在發展到現在幾年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齊頭式的平等 你在學 你可能是學生 可能是老師 可能是這個已經在工作的 那我們現在都是一起在學習 所以也沒有人說誰比較厲害 我們只是比大家早幾個月 甚至早幾天 知道這個訊息而已 好 所以現在大家都一樣 都在學習新東西 OK 那簡報第二頁呢 這邊有 我的一些基本的介紹 還有相關的資料 那也歡迎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加入我的這個LINE的官方帳號 這樣子 因為最近比較有一些朋友 有超過五千人了 所以我現在也要用個LINE官方帳號 那可能跟大家比較有相關的 尤其是就是 您如果是老師的話 我建議大家呢 您也可以到我這邊 跟您教學上的一些工具 可能比較有相關的 您可以找到這個網站 那找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上面我有做了很多的這個分類 包括您要看到這個滑鼠指標相關的 現障遠距的 那當然也有很多老師 或朋友有在用Canva 對不對 我上面都有 當然我們的AI的部分 我有寫了很多文章 都歡迎您可以到這邊來看 那另外呢 如果您想要看到 我教學相關的現階錄影資料的 您也可以從這邊找 一樣的 我在這邊有做這個分類 你要看AI的 Google地球的 還是你要做這個Canva的 我上面都有 如果您有興趣的 歡迎您到這邊來參考一下 好 那了解了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來看一下後面的內容 我們就準備來看一下後面的內容